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讲述未整名烈士的足迹 然后探寻他的生平 然后通过他的故事来展现 抗连战士那种可歌可泣的光辉岁月 这次好学生就是我自己 因为时间比较紧迫 我们这个主持人最近一段时间 都在忙这个党史7-1的一些活动 因为我对抗连的历史还是比较了解 做编导本身负责的事情就很多 联系包括整个队伍的形成 包括画面 包括整个前期后期都要进行考虑 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我在做编导 我不会再做好学生了 因为想的东西太多了 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了 如果想做到精神尽美全做的话 职务担当太多的话太难了 真的是想哭 我们这次找到了前第一期 马俊的编导做我的搭档 因为时间比 然后有些经验他比较丰富 所以说找到了张东旭 张东旭做我的搭档 然后配合我进行工作 最印象最难忘的就是 我们在到威廉民迅过地的时候 张东旭不小心跳到了河沟里 整个身上就基本上是湿透了 而且是我们到后来的时候 爬山一个多小时 爬到到达这个目的地 所有的人包括摄像 除了设备以外 因为我们要保护好设备 除了设备以外 基本上所有人都是湿透的 就是为啥说我能跳河里 就是我们从那个山脚 上山要过一条河 然后当时那天就是 我们到地方就开始下雨 就越下越大 然后就撒整了 那个河就一根毒 单独的一根木头 然后踩着那个木头过河 然后我当时身上还背着那个灯 然后我就想说 我是踩这个木头 我不如去踩那个石头 然后好多人就是踩那个木头过去了 然后我就去踩石头去了 结果我踩着第一块的时候没打地 我从 对我从第一块往第二块卖的时候 我哗哒一下我就 就滑到了 我一下就躺了 当时就猛了你知道吗 灯呢 灯也进水了 就好在到后来 走了一路之后 到山顶那个灯 反正还能这场打的 应该是没坏 其他人呢还是顺利吗 就是你看比较小的 如果长得又高大 还拿来去剃过那个 他虽然挺 就是看起来挺笨的 他重心应该也挺高的 但是反正那就顺利过去了 踩那个木头的人都顺利过去了 踩那个木头的人都顺利过去了 我是第一次跟钟明哥拍摄了 就是 是我拍过 我感觉是相对比较辛苦的一次 因为之前我可能 你跟我们去过那种 在大地里晒着 或者是高温 但是这次我们是 其实爬山碰上恶劣天气 这个你就受不了 几乎就是起来之后 你的车程 就是从你的这个酒店 到你拍摄的地点 三四个小时的车程 全是大山里来回绕 然后那个到就是下了那个高速之后 全是那种土路 就就一直在颠颠颠颠颠 我几乎就是从醒了上去 我就开始睡 一睡睡三四个小时 然后马上到地方 你就立马就醒了 你们很晕吗 特别晕呢 因为你想我都醒不过来了 你说我得晕什么样 其实就是通过这次 我们可能负重没有那么多 走了这条路 就是也不是严冬 就是还是夏天 然后还下着雨 就可能天气还比较凉爽 我们走这样的路都觉得 是几经崩溃受不了的 就可以想象当年 看连战时 在那种夏天的密林里头 他们要负重背着 背着设备 背着粮食 背着那个武器丹药什么的 上山 可想而是有多艰难 然后你包括夏天 这是比较好的天气 那冬天呢 他们沿冬的时候也是这样 那积雪都厚到你无法想象 就可以想象当年有多苦 因为在吉林省内 对于杨静宇将军 大家都很了解 对于魏正宁列室这一块 大家可能知道的 并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想通过 我们这期节目 了解同样 作为中国共产党 早期的派驻到东北的领导人之一 了解他们的故事 知道他们 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 这个东北抗连战士 在东北内的那段艰苦岁月 抛头如沙 恶雪那种 抗战精神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吉林卫视 每周五晚21点55分 播出的好好学习 每周日晚21点15分 吉林卫视推出的高手在民间 是一道大型民间才艺竞技类节目 我们一起看看 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 联盘画 这达人呢 因为他从小是学学美术 然后家里边就没有什么可以画的 就只能画他的联盘画 然后就画的多了吧 然后家里面的联盘画也越来越多 自己也慢慢的就是一边画一边看 一边画一边看 就是逐渐的就是对这个东西产生了兴趣 等长大之后呢 就是因为学美设置方面 也和一些画家打了一些交道 然后他画也多 然后交流也多 藏流也多 就是慢慢的就进入到这圈子 然后现在呢 他自己也是特别喜欢收藏一些联盘画 然后也开了一家小店 而且他开这个联盘画书店吧 也特别的佛系 他每天一般平时上午九十点才开门 然后下午两点他就帮我回家了 就很随心的一个人 据他讲的话 他收集了有十几年了 但他今年也才三四几岁 算是一个资深的收藏家了 你讲这套的时候 要随便说一下 就是说当时如果没有我妈妈 购买这套联盘画 可能我现在就做不了这个收藏 这个可以说是我收藏的开始 所以这是原来那套吗 所以当时的这套联盘画 我一直留到了现在 那对那就那就这个 像老师你说这个 我把这个讲的比较松滑一些 行行 要落一下 我小时候真没看过这些东西 我妈没给我买过 我妈没给我买过 你看这种我还看过 就这么大的我还看过 这么小的我就没看过 是吧 其实我私下也去他店里看了 就确实有很多东西 都能勾起大家的回忆 然后他东西也挺多的 还有一些比较稀有的 联盘画的藏本 然后他收藏的也挺全的 基本上全套全册都有 我最喜欢的可能是葫芦娃呀 或者是什么美少女这一类的 我问他 然后他说这些都是后面小朋友才喜欢的 所以你看到这些 其实也挺怀念自己童年的是吧 是 所以我们刚才取了一个绰号 就叫童年收藏 是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 心中属于自己的一本联盘画吧 要说的是刚才咱们讲的是一些咱们国内的 带名著啊 一些动画片这个 后边我还要着重介绍几个什么的 就是这个外国体态的 这三个 对 这三个 大家都看过的可能是 比如说 带名著啊 带名著啊 通丁还有唐瓦米尔鼠 对 比较经典的 这都是比较经典的 然后到这个时候 我可以把 把我自己的这个故事加里 最便还没讲完的 主持人看一下 对 然后主持人看的时候 你可以说 你说你看 您从这个里边 其实可以看出一定的区别 拿两本做个对比 说你看 国产的不一样 这个外国题材的联盘画画 其实和咱们这个 咱们中国的联盘画画 其实不太一样的 咱们中国这个基本上是 一张图 一图一画一故事 然后这个形式就比较多样化了 有点其实类似于后来的 漫画 对 然后这样过度 就到漫画那边了 对吧 到后期 八十年代后期 所以把顺序捣过来 捣过来就行了 你一会儿捣过来 让一番拍张照片 他到时候第二天 要给你摆 他首先 他会把他的一些 收藏的东西 五六岁年代 七八岁年代 和我们就是八九岁年代 特别熟悉的一些联盘画 和的一些藏品 然后纷纷的展现给大家 然后最后呢 可能他这期 会在建党节播出 然后为了我们 组过的一个县礼 他可能会讲一个 小兵章改了 一个红军的一个故事 小兵章改 小兵章改 它就有两个版本 你猜一下 哪个是绘画的 哪个是剧照的 这能难倒我吗 下面这个是我看的电视剧 上面这个是连环画本 对不对 对对对 你看一下就暴露 我的年龄了 这俩哪个是先出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 电影先出的 1963年 中国电影出版社 拍了一部经典的 小兵章改电影 随后呢 就出了小兵章改的绘画 这个pose还没摆好 没事 我是拍幕后的 这次邀请到现场的达人 是一个绘画高手 然后他画的3D画 特别的真实 他可以把一截儿树木啊 或者是一块裁员断壁 给他画眉 所以我是当时看到 这个帅的条新闻的时候 感到特别的震惊 然后就去联系了他 我跟他联系以后 发现他是一个少数民族 是一个来自四川绵阳的 然后因为他是少数民族 所以就是 有句话是说 56个民族 55个能歌善舞嘛 他是属于那种能歌善舞 而且又能画画的 而且他画画的画迹 非常的出众 他本身的专业 跟绘画没有关系 就是全靠自学 他目前是当 是把他所有的那些 短视频发到了网上 然后受到了很多的网友啊 或者企业的一些联系 他现在就是跑商演 跑通告之类的 画这个东西 有什么难度吗 老师 难度 难度他有几点 一个它历史关系 另外一个最重要 就是这个背景的 肉体的颜色 这个的颜色 必须要一致 非常平面的 这个体力 比如说有的地方 需要进行对比 对比可以通过手机 进行一个活动 就是光线现在 对您可能有一些影响 是吗 光线影响比较大 光线的冷暖 这个亮度 目前彩排的过程 是整体是顺利的 只是它需要有一部分 在现场完成 所以要有一个 大概半天到一天的时间 进行一个绘画 今天彩排的现场呢 是一直在准备 现场的这个表演部分 所以我看到这个现场 一直在画一直在画 后时间比较久 对确实 从上午一直到 现在已经天黑了 还没完事吧 对待会还要补一些 还没有拍完 所以你可能今天 也会熬得比较晚 对 他这次本次的表演大概分两部分 是分为现场舞台上 还有室外 目前设计的是 场内是将观察团的 一个席位变眉 然后场外是将一棵 再将一棵树 然后在上面去画一个 我们指定的一个命题的 算是一个半命题的作业吧 今天我在现场有一幅作品 你在哪儿能画作 在大厅里面 在这儿吗 在我们这个环境里 听到了鸟叫 我感觉是米娜的桌子吧 跟你们都不一样 不是没事 你们过来看一下 你们下来看 下来下来 但是在这个角度没有什么 你过来到这边看 在我的后面 我是看半天在这个位置 有一点端倪咯 看到了吗 我们看一下 她画的是那个大屏 对呀 它跟背景融入 确实 完全看不到你的桌子 被嵌入到了那个 你被嵌入其中了 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对 只能看到你的半身 真是太神奇了 所以米娜你自己看不到 你身在其中 我就是这个绘画 对 你是画的一部分 好有特点 好漂亮 好棒 好